Youtube Hey! Yo! 今天的燈光有點亮 我是Roto Me家好 今天看到我們穿這麼正式啊 沒有想錯 就是要來體驗我們的 欸好了啦 我們這種太正經的語氣再講下去 大家都要轉台了啦 我想說配合一下展現出這種 低調沈穩來襯托我們的Klask啊 我真的超級到緹期待的 因為之前在世界警告賽的時候 我有短暫的體驗去使用過Classic 今天可以跟叔叔來一場堂堂正正的對決 雖然說我的資歷可能沒有你那麼深 但是我呢 我相信我可以打敗你的 那有什麼問題 我跟你講 我接受你的挑戰了 而且我今天使用的是 唉唷 我就知道你會選噴火龍 我活屬性的 那你應該就是水劍龜的牌組了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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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選擇的當然是 草屬性 妙蛙花的牌組搭配的是 洛奇亞EX 唉唷 竟然主動選草屬性嗎 太勇敢了吧 這你就不用擔心了 雖然說我的妙蛙花可能會被屬性相剋 但是牌組裡面也有其他寶可夢 是不會被屬性相剋的 放心 你等一下就會知道我的厲害了 OK 放馬過來吧 馬上進入對戰吧 GO 好 我們掌右有序 叔叔先 這麼經典的東西 來 請問要正面還是反面 唉唷 這個正面是 有劃線的 有劃線的 這個金屬球劃線是正面 那我要 反面 好 來 開始啦 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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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先攻好了 好 那我就後攻囉 請多指教 請多指教 我是派拉斯 我是兔龍弟弟 哇 這個卡圖跟這個對戰桌面 這個感覺 太尊絕不凡了吧 好 我的回合先抽牌 唉唷 怎麼是這樣子勒 嗯 好 那我先下一隻嘟嘟在我的備戰區 再來啦 主角 妙蛙種子 也放在備戰區 然後 我手填一個 炒能量給我的派拉斯好了 然後 我的回合就結束了 OK 那就輪到我啦 抽牌 我先使用精靈球 最經典的時刻來了 來 金屬球值硬幣的時間來了 請直 是正面還是反面呢 哎呀 反面 太可惜了 好 那我先使用 正規 抽兩張牌 嘿 哇 怎麼沒有基礎寶可夢啊 糟糕了 手填一個能量給我的土龍弟弟 接著我使用 呼喚撤退 從這個牌庫選擇最多三張基礎寶可夢卡 放置於備戰區 那我選擇是 小火龍 皮皮 還有 嗯 我不要皮卡丘好了 你不要皮卡丘 你都填雷能量了 你不要皮卡丘 我要霹靂電球 喔 霹靂電球 哇 這康波金 快做出來的感覺了呢 好 放置於備戰區的情況下 若希望將這隻寶可夢 與備戰寶可夢呼喚 那我不希望 那他就不換了 你不希望是不是 沒錯 換一下啦 換我是不是 好 抽牌 哇 哇 這樣很難呢 嗯 我先使用 電腦通信好了 喔 好懷念喔 它的效果是 這張卡必須將自己的兩張手牌丟棄才可以使用 重現牌庫裡面任意選擇一張卡加入手牌 並且重啟牌庫 欸 這張太強了吧 哇 好難喔 我先丟一個 基本動能量 跟一個基本草能量 哇 這次的這個基本能量也是非常好看 而且這個呢 如果你是要拿來在官方大賽做比賽的話 可以拿出來的喔 基本能量是可以的喔 好 我先選 哇 這裡有點尷尬 那我要選擇的卡是火箭隊的幹部 好 然後接著呢 就直接使用馬叔叔 雙方玩家各自將手牌放回牌庫並重洗 然後各從牌庫抽出與自己的張卡的張數相同數量的卡 好 我有六張 那就各抽六張就對了 沒錯 好 幫互相切個牌吧 來 哇 這個對戰感覺好不一樣喔 沒錯 來 抽六張 六張 哇 看一下 哎呦 啊怎麼還是長這樣 好像也還是長這樣子 怎麼還是長這樣子 那我先 手填一個動能量給嘟嘟 然後將嘟嘟進化成嘟嘟力 哇 他的嘟嘟力有一個 寶可體質很強欸 叫做撤退支援 只要這隻寶可夢在備戰區 自己的戰鬥寶可夢 撤退所需的能量減少兩個 哇 那派拉斯就不用撤退能量了欸 沒錯 那這樣的話 我就使用呼朋引擺好了 然後 重建牌庫選擇 最多兩張技術寶可夢卡放置於備戰區 我要選擇的是 洛奇亞EX 跟再一隻妙蛙種子 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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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來了 兩隻妙蛙種子 好 叔叔請切 小火龍怎麼叫啊 啊 該我 抽牌 你問了一個我不知道的問題 使用 支援者正輝再抽兩張卡 唉唷 好像還不錯 手填個火量給我的小火龍 接下來從電腦通信 丟掉兩張卡牌 哇 電腦通信好強啊 應該不會是神奇糖果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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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早進化我覺得有點危險 我拿出的是火恐龍 直接進化上去啦 哇 這卡圖真的很有懷舊感 沒關係 那我要直接繼續來做這個呼喚撤退 一樣選基礎寶可夢 這個真的很強欸 我拿的是皮卡丘 還有看到你有寶可夢 我也要鳳王EX 兩個這個晶瑩世代的 沒錯 傳說寶可夢 這個就是1996年插畫的卡牌 跟2023年插畫的寶可夢EX 並肩作戰 太酷了 好啦 那就輪到你啦 好 我的回合 抽牌 哇 怎麼又是這張 我就是不想要抽這個的 哎呀 我想想 嗯 沒關係 我手填一個 兩個無能量給我的洛奇亞EX 哇 好心痛 博士的研究 啊不是 大木博士 將自己的手牌全部丟寄 從牌庫抽出七張卡 我要丟妙蛙花老大的指令啊 哇 這太傷了吧 沒事 我印象中好像有吊桿吧 有 有厲害吊桿 但 沒關係 先抽七張 好 祕密的時刻來了 精靈球 GCP若為正面 從自己的牌庫選擇一張寶可夢卡 再給對手看過後 加入手牌拼你重啟牌庫 來 我剛剛反面 精靈球直 那我把這個先拿起來 好 輪到我 正面 拜託 拜託 我們倆是同樣的命運啊 沒有 好 我看一下喔 那我要 高級球 丟掉一個卡比獸跟基本動能量 原來你有動鼠性的寶可夢嗎 有動能量應該有吧 有機會 那我要選擇的是 妙蛙草 你的妙蛙草在氣排區耶 沒關係 它的毒粉也很強 沒事 可是三個草的那樣 造成20點的傷害好像有點低耶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來 妙蛙草先進化上去 接著呢 好 再一次呼朋引伴 我以為你要用毒隻包子耶 那我要選擇的是 大眼蛇 難怪你會選這套牌 因為其實你鬥屬性寶可夢 也可以針對我的無屬性和雷屬性耶 沒錯 它們都是弱鬥的 嗯 那有得打喔 那沒有墨鏡了 好 來 沒得耍帥了 換你 那就輪到我了 抽牌 那我先使用正輝 抽兩張牌 你已經使用三張正輝了耶 沒錯啊 然後手填一個基本雷能量 再來 佐熱木炭給我的火恐龍 OK 那我要使用攻擊了 蛇之閃光造成10點傷害 直逸性幣落在正面的話 則將對手的戰鬥寶可夢麻痺喔 好 我先放10點傷害 我們這次的這個傷害指示物是立著的 來 10點傷害 我放在這裡好了 10點 拜託了 正面 反面 反面 你怎麼跑過去那邊 反面 太好了這樣沒有麻痹對不對 可惡 好 那輪到我了 抽牌 好 那我先手填一個 基本草能量 給我的妙蛙草 然後接著呢 再裝備一個我也有 太陽種子 喔 他也是攻擊加100嗎 沒錯 招式傷害加100 給我的妙蛙草 然後接著呢 博士 啊不是 大木博士 大木博士 好 把手牌 丟掉 好 全部抽7張 好 來了 厲害 吊桿 哎呀 有面蛙花了 從自己的切牌期去選擇 寶可夢卡以及面能量卡最多3張 好 那我要選擇的是 面蛙花 豆能量還有草能量 放回我的牌庫 啊 運氣的時刻來了 毒枝包子對你造成10點傷害 10點傷害是吧 沒問題 會 只一次硬幣若為正面 則將對手的戰鬥寶可夢中毒 我要換另外一顆 去吧 反面 嗯 哎呀 中毒了 中毒 好 那我這邊的話 中毒 沒錯 然後因為進檢查階段 再放一個傷害指示物 這傷害指示物真的很酷 你看 直接疊上去 哇 這樣子變很扣20點了 沒錯 換你 好 輪到我的回合 抽牌 那我先手填個火能量 給我的鳳王EX 好的 接下來我要使用 火箭隊的幹部好了 好 火箭隊幹部友善交流 雙方洗回去 看看有沒有救到你一下是不是 我剛剛也是可以動啦 沒有到不行啦 好 那就雙方切個吧 來 嘿 那我這邊抽6張 6張 登登登登登 能不能動呢 出來吧 哦 這手牌還不錯呢 怪怪的 還不錯還不錯 好啦 我先下下馬威好不好 來 精靈球 如果能正面的話 你一定會嚇死的 我跟你講 你要幹嘛啦 來 正面吧 拜託了 YES 好 任意拿一張寶可夢對不對 我拿出的是 頑皮雷彈 OK 好 還沒結束喔 來吧 特殊能力 能量化身 這張強的 我跟你講 OK 來 注意了 各位子君 來 登登登登 進化上去 我差點進化皮卡丘喔 然後皮可西 登登登登 還有噴火龍 登登登登 太強了吧 好 你怎麼一個火箭隊幹部玩都進化了 太強了 好 我要用蛇之閃光造成10點傷害 好 那我造成10點傷害 應該是受到10點傷害 來 放上去 10點傷害 然後呢 然後 ZGP 正面吧 麻痺 麻痺 麻痺喔 麻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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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這樣子了 那回合結束的話 這邊中毒 再放 10點傷害了 30了是不是 沒錯 然後我抽牌 來 叔叔你太厲害了 來 進化妙蛙草 然後 我要 使用 高級球 丟掉的是精靈球跟 草能量 選擇的是 妙蛙花 好 幫我切一下 來吧 妙蛙花 進化 然後他的特殊能力的是 能量移轉 在這個回合時 可不限次數使用 選擇一個自己的場上 寶可夢身上附加的草能量 改附於自己的其他寶可夢身上 若真是寶可夢睡眠麻痺混亂 則這個特殊能力突發使用 沒有關係 來 派拉斯 先 移下來 能量轉移 你給我的洛奇亞EX 這洛奇好像有點棘手耶 然後我要再 一個草能量 給嘟嘟力收填 OK 那我的回合 就結束了 叔叔 換你 麻痺恢復 等一下 對喔 還要再跳 我的這個中毒 真的有點麻煩 再一回合 我剩10.HP了啦 沒錯 好 那就輪到我的抽牌 那我先收填 一個雷能量 給我的鳳王EX 接下來我要使用 大漠博士 手牌全部丟去 兩個資源者都丟了吧 我也想要大漠博士啊 好這邊抽 七張牌 上手 看看有啥呢 喔 我發現一件很酷的東西 雷秋 唉唷 那我要將土龍弟弟撤退 這樣我的中毒就解除了 好 撤退之後呢 換我的雷秋 到戰鬥場 哇這個移動太方便了吧 沒錯 完全不會倒耶 來接下來我要使用雷秋的第一招 麵包拳 唉你記得這張卡牌是什麼時候的嗎 這個應該是劍盾系列的時候的雷秋喔 不用想了 昏絕你的派拉斯吧 40喔 嘿沒錯 那就一個50 然後這邊是10 這一個這樣子是60 這樣就昏絕了派拉斯 帥先搶到一張獎賞卡了 哇 哇 我想想 噴火龍可以倒到200 那好像可以派他喔 好 那我要派大岩蛇 哇 居然大岩蛇 讓你看看我大岩蛇的厲害 抽牌 呃 好 那我決定呢 先手填一個基本動能量給大岩蛇 然後接著呢使用妙蛙花的特殊能力 能量移轉 那我要轉一個草給他 再一個草給他 然後這個草也給他 噢賽 大岩蛇四個能量瞬間都準備好了 太舒服了 但我只有兩張手牌 好啦 不管了 大地粉碎 造成120點傷害 那因為我的弱點是鬥數性 這是240 來放個240給大家看看吧 100 200 疊上去 OK 210 220 220 230 240 好 分絕了 可以整組一到旁邊 非常舒服 一槍獎賞卡 我想一下喔 你HP是120是不是 沒錯 你還用噴火龍EX跟我做交換嗎 好像有點浪費耶 好不管我要派噴火龍了 上吧 噴火龍 輪到我了 抽牌 好 那我要先手填一個火能量給我的噴火龍 然後我要使用 頑皮賴帶的特殊能力 能量化身 在自己的回合時可使用一次喔 將這次寶可夢 昏絕 昏絕嗎 沒錯 昏絕 那你可以拿一張假張卡 好 然後將這張卡視為兩個 所有屬性的能量 特殊能量喔 附於自己的寶可夢身上 這張卡以外的卡 全部丟棄 OK 那就把這個能量給我的噴火龍了 所以它是兩個所有屬性的能量 沒錯 那現在的話我就要使用它的招式 火焰漩渦 造成100點傷害 選擇兩個正式寶可夢身上附加的能量 將其丟棄 那我要丟的當然就是我的頑皮雷彈的 兩個特殊能量啦 只有100喔 那沒有昏絕啊 哎呀你忘了這是什麼東西 佐熱木炭 附有正案卡的噴火龍 使用的招式 對對手戰隊寶可夢造成的傷害 加100 變成200 200喔 那這個200借我好不好 200 200 200昏絕 沒錯 哇這噴火龍太強了吧 我的四個能量就這樣沒了 好那這樣的話我們4比4了 沒事 欸我看一下喔 那我讓我的妙蛙炒到戰鬥場好了 好 我的回合 抽牌 好 那先下穿山鼠在備戰區 然後 手填一個草能量給嘟嘟力好了 好那我想讓我的妙蛙炒撤退 雖然說他的撤退能量要一個 但是我有這個嘟嘟力的撤退支援寶可體質 只要這隻寶可夢在備戰區 自己來當到寶可夢 測退的所需能量 減少兩個 直接免費撤退了 撤退 來跟你拚啊 多多力 is coming 好多多力 使用招式 連著造成20點傷害 直硬幣直到出現反面 增加正面出現的次數 乘以20點傷害 所以我要昏捲你的話 我要5次正面 5次正面 不可能的啦 好 第一次 正面 正面 哇這樣子40 好一次 來 第二次 拜託正面了吧 啊兩次 這樣60了欸 再來再來 有沒有第三次 好60了可以了 兩次嗎 兩次是40加20 60 換你60借我了 喔喔喔喔喔喔 好 那就換你了 抽牌 喔 我抽到個不得了的東西耶 好 那我要先使用支援者 欸 這張也是很懷念吧 老大的指令 要聽話啊 請洛奇亞一個死到戰鬥場 蛤 我昏絕不掉你啦 沒事啦 昏絕不掉你啦 幹嘛啦 昏絕不掉啦 好 接下來呢 我要使用寶可夢交替 讓我的皮可溪到戰鬥場 噴火能夠保存一下戰力 我跟你講 蛤 是不是 什麼意思 好啦 皮可溪 上吧 然後手填一個雷能量給我的皮可溪 好 接下來他的招式很酷喔 我跟你講 他的第一招 揮使選擇一個對手的戰鬥寶可夢持有的招式 作為這個招式使用 欸 有沒有想到誰啊 來 我要選擇的是氣旋破壞 啊 能量不用移 一個能量就可以囉 沒錯 然後咧 然後選擇你的氣旋破壞第二招造成200點傷害 那這隻寶可夢也會受到30點傷害 所以我這邊放100 100 200 那我這邊就放10 20 30 輪到你了 30 好 那我抽牌 我想一下喔 你這樣子剩多少 40HP喔 沒錯 你只能打30有沒有 金是算屍啊 嘖 好 那我先使用正輝 抽2 1 2 唉唷 好 既然你如此的狠心 可是你可以免費撤退我知道啦 沒錯 我想一下 那我要下飛腿狼在我的備戰區 喔 填一個 兩個無能量給他 然後呢 因為我的寶可體值撤退資源 所以我的洛奇啊 EX呢可以先撤退 好 撤退 換 飛腿狼來囉 好 我們上一隻數移動一下 哇 太方便了 OK 飛腿狼下盤踢 40點傷害 我這邊弱點是 痘欸 80 80加這邊30的話是多少 110 110 好吧 昏訣 昏訣 糟糕 糟糕了 拿一張獎賞卡 昏訣 暫時領先 沒事 噴火龍上吧 我跟你講我噴火龍超強的 你該不會他老大指令吧 有沒有辦法拿回來 用了才知道喔 來 電腦通信 丟掉兩張卡牌 最經典的卡牌來了 對戰搜尋器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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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老大指令要連發了 來 對戰搜尋器從氣牌去選擇一張支援者 當然就是我們的 老大的指令 加入手上啦 你要選誰 當然就是選我們的 哇 你的洛奇亞剩30而已喔 沒錯 這樣子打100會不會浪費啊 很浪費 我也這麼覺得欸 不行我就要針對他 來 洛奇亞1X出來吧 那我的飛腿狼就先到備戰區了 來 去把洛奇亞1X 回 差異指數 回 那我這邊給他一個 兩個無能量 來 這邊要講到他的特殊能力的各位 噴火龍 能量灼燒 這隻寶可夢身上附加的能量 全部改為火屬性 連我的兩個無色能量都變成火屬性囉 四個 沒錯 所以我的火焰漩渦四個火能量 就可以做使用了 來 對你造成100點傷害 沒有 是200 沒錯是200 然後要拔兩個能量 我要拔這個 來 200 那這個100借我 那你要再拿一個100 那你要再拿一個100 再拿一個100 好 再一個100 好 那就 昏絕啦 昏絕 那我就拿兩張獎賞卡 完了 慢慢追到了 慢慢追到了 沒事沒事 他剩多少HP啊 他這邊扣60 對 我剩下60 唉呀 怎麼會這樣 好 沒關係 我們先讓我們的飛腿狼到戰鬥場 無所畏懼 抽牌 好 那我要手填一個鬥能量給我的嘟嘟力 接著呢 下快拳狼 在我的備戰區 喔 這什麼好酷喔 他們會有這個連動招式 好 大漠博士 抽七張 七張 來囉 會有什麼呢 哇 好 因為寶可體質撤退支援 我的飛腿狼可以撤退 哇 看你運氣的時刻到了 去吧 嘟嘟力 好 那我要使用他的特殊能力 能量移轉 把這個草能量移走 移給 他好了 OK 嘟嘟力 連著 先造成20點傷害 然後直硬幣直到出現反面 別啊 來 別啊 來 硬幣 反面啦 拜託啦 哎呀 40了 來 再一個 60了 我昏訣了 再來 哎呀 80了 三個 80 80加60 140 借我一下 100 那這邊就1 2 3 4 8 疊起來 好 140 昏訣了 我的噴火龍辛苦你了 拿一張獎賞卡 那我先派土龍弟弟到戰鬥場啦 好 輪到我的抽牌 然後我手填一個火能量給我的鳳王EX 接下來使用厲害吊桿 我要將我的噴火龍 小火龍 還有一個火能量 全部洗回我的排庫 沒事啦 嘖 沒辦法 我的最愛還是把它洗回去好了 你還要再互換撤退喔 不會吧 聽說你手牌滿多的嘛對不對 來 火箭隊的幹部 欸 我要跟你賭運氣了 沒關係 你也只有兩張啊 沒錯 沒再怕的啦 來 好 好好切啊 這個很重要餒 沒關係啦 命運就是會決定一切的 好 抽兩張喔 漂亮啦 有漂亮嗎 我也不知道 哈哈 小火龍到戰鬥場 然後回合結束 輪到你了 換我嗎 沒錯 抽牌 唉唷 正輝 唉呀 抽二 好 太好了 來 手填一個鬥能量給我的快拳狼 好 嘟嘟力 拔一個能量撤退 來 那我們要換上的是 快拳狼 快拳狼他的招式第一招是聯合擊 造成20點傷害 若即的備戰區有 飛腿狼 則這加20點傷害 所以這樣是40 來使用聯合擊40 我的弱點是都有變80是不是 80沒錯 哇 那就變成了120點混訣了 哈哈 一張獎賞卡 去把鳳王EX 好啦 這是我最後的王牌了 輪到我 抽牌 哈哈 來 火能量 給鳳王EX OK 我要使用他的招式 永生火焰造成180點傷害 好 100 然後這邊 三個疊起來 180 強的 再下個自己的回合 這隻寶可夢無法使用招式 哪一張獎賞卡 那這樣的話沒關係 去吧 飛腿狼 抽牌 哇 好 那就再一次正回好了 抽2 看來有勝券在握啦 有嗎 好 手填一個草能量 給嘟嘟力 然後回合就結束了 換你 換我 哦 反正你不能使用招式嘛 確實耶 好輪到我抽牌 嗯 我想想看 來 高級球 丟掉兩張卡牌 我看看可以撿啥呢 我拿出隻 小火龍 好 我要讓他們陪我到最後 好來 小火龍下在我的備戰區 我沒有手牌啦 那這回合 無法使用招式 換你 好 下回就贏了吧 抽牌 有沒有老大指令啊 沒有就贏了喔 電腦通信 喔不 完蛋了 丟掉寶可夢 發燒有俱樂部 跟飛天螳螂 應該還有吧 欸 沒關係 對戰搜尋器 好 先給你洗一下 那你也要指的到正面啦 好 對戰搜尋器 使用 選擇的是 在哪裡 老大的指令 選擇的是 小火龍 好吧 去吧 下手輕一點喔 拜託 來 寶可體池 撤退 多多力 這樣我要幾個正面 兩個正面嗎 對 好兩個正面 來吧 兩個正面第一個 擺脫 擺脫 擺 20而已 沒事 好 放兩個 輪到我囉 我的能量就贏囉 換位也贏囉 博士也贏囉 來 能量 給我的小火龍 撤退 對 鳳王一二十 上吧 不 多多力 你在幹嘛 看來還是小火龍略勝一籌啊 永生火焰 一百八 昏訣 一百八我再放一次 一百五十 然後加三個這個 一百八 拿一張獎賞卡 耶 小火龍萬壽耶 怎麼樣 厲害吧 我的噴火龍 啊 好啦 算你厲害了 不得不說 對算了之後 我真的覺得這個 克雷斯克的牌組設計 很有巧思耶 你看我噴火龍的牌組搭配 另外一個是 雷屬性 就像這張雷秋 他的第二招音速 不得可以造成一百二十點傷害 就算我今天遇到水箭龜牌組 我也有機會 屬性相剋回去啊 沒錯 那雖然說我的 妙蛙草 妙蛙花 還有我的草屬性寶可夢 都是怕火屬性的 但沒有關係 我也有像是 洛奇亞EX 或像是其他豆屬性的寶可夢 可以不怕屬性相剋 而且我覺得最主要是這個牌組有設計過喔 這三套牌組 不管是在跟朋友玩的時候 都可以交換來對戰 都有一種不一樣的體驗 真的 而且搭配這個 專屬的對戰桌墊 新的傷害指數 以及代替寶可夢硬幣的金屬球 這個是我們今天玩的 最開心的一個環節 真是說今天這個對戰體驗真的是 太讚了 對的 我們還有一套水箭龜的牌組 還沒有秀給大家看耶 那不如我們下一次直播的時候 用那套牌組來對戰看看如何 喔好像不錯耶 那不然就要戲服單位起來玩一下好了 那影片的最後我想詢問各位訓練家 有沒有哪一張Classic的卡牌 換起你跟寶可夢卡牌珍貴的回憶呢 歡迎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一張才不會錯過之後的上五片通知喔 我是肉圖我們家豪 我是各位子君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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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